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欣怡 台北工厂一是采用双导演制 大家就是可尚跟欣怡其实是认识了十几年来的好朋友 所以不同的导演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火花 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个别介绍一下 你们的作品里面的国际合制的经验呢 我的合作的导演是一个智力人 所以就代表是我第一次和一个南美洲的人 然后认识 然后要合作 突然之间要合作电影 一开始我觉得花了一段时间用email跟skype 然后去理解就是一个南美洲的人的想法 然后他也花了很大时间在理解一个亚洲人的想法 他没有来过亚洲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在一开始就一直在丢 我们到底如果要合作一个短片 我们有一个什么一个共通的东西 是我们觉得可以involve进去 而且是符合我们两个的个人特质 后来我们找了很多很久 发现只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我们对家是不是要离开 还是要去面对 或者说离开真的是逃避吗 面对真的是和解吗 就是我们对这样的题目都有一个共同觉得 OK 那是一个好的题目 所以就开始发展 发展脚本 然后发展脚本大概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来了 然后来了之后我们花了十天 那十天的工作对我来讲是很精彩 就是因为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然后你必须突然间在见面之后 开始我在未来十天里面要完成一部片子 然后两个都是创作者 而且两个都是实在话都是纤细敏感的人 一个南美洲人 一个台湾人 一个智利人 一个台北人 对 所以从下飞机那一刻开始 就进入了一个摸索 就是你会把它 如果一部片它是很多很多能量 一起共同运转起来的话 这个能量跑进来 但是跑进来到底是好的运转 还是不好的运转 你不知道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就每一分每一秒 就开始一直在 这样讲有点古怪 但有点在品尝彼此 那品尝彼此之后 然后去寻找那一个品尝之后出来 它可能会造成对影片很好的事情 它也可能会造成对影片有伤害的事情 这个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很幸运就是我们两个很坦白 我们两个很坦白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花了很多时间喝酒 我们喝酒的时间 其实比拍片还要长 或者说边拍边喝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摸索对方 我们必须要把最open的方法全部打开 对 十天下来很累 但是其实是件好事 我觉得在大家神经的open情况下 其实我们去共同去创造一个 我们对电影的一个想象 就是我很幸运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在那十天院 其实我们 我记得他最后离开的时候 我问他 那你觉得你这一部片 你有做你自己吗 那他说那我也问你同样的问题 你有做你自己吗 我说有耶 他说我也有耶 我说OK 对 那就是一个好的计划 对啊 对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 中间绝对有因为文化差异 跟创作者本来就有一种世界要顺着我转的那种习惯 而产生一些摩擦 摩擦或者磨合 对但是总的来说 我比较愿意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认为 我们都彼此注入了一些好的力气 跟能量在对方身上 以至于我们去完成了一个共同的作品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特别 而且我绝对不会去否定他的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是 就是两个非常鲜细又敏感的创作者 合作合力完成一个美航的作品 还好两个都是男生 但是阿宝合作的对象是一个男导演 对 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他这次的经验 这次我合作的是韩国人 然后他是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他好像高中就到法国去念书了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前期也都是因为还没有碰面 就先用email跟skype沟通这样 然后就会丢彼此以前拍过的影片 然后彼此看大概以前你拍过什么 我拍过什么 然后去沟通 有没有一样希望找到一个共同点这样 然后因为他也完全没有来过台湾 然后我之前的片《流浪神狗人之》 里面有大量的关于庙会的 然后那部分他非常非常的好奇 因为在韩国是没有那样的东西 然后尤其他很早就已经到了国外了 就等于说在整个沟通过程里面 我都觉得我很像在介绍 就台湾的民俗 对 民俗跟文化 然后就是帮他整理了很多连结 让他去看说台湾的庙会长怎么样 然后钢管武是在干嘛 然后那个很多仪式是在做什么 就丢了很多连结给他 然后他就越看越有兴趣 然后后来慢慢就觉得说 那好像可以把影片朝着 把这些元素给加进来 那因为我之前的片子一直都有在关注土地的议题嘛 那我有跟他稍微提到说 之前拍的大概背景是什么状况 那他也很有兴趣 因为在韩国也是因为就是城市的发展 有很多地方 比较边缘的地方都一直被拆掉 然后要被改建这样 所以韩国也有这样的抗争啊 不管是抗争或者是小人物住在那边的边缘 必须被牵走这样子的故事这样 然后后来就决定把这两个 就是比较属于民俗宗教的部分 跟家园被拆 然后要迁徙这样的故事给结合在一起这样 然后等到他来台湾之后 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台湾 所以看到什么都非常的新鲜好奇这样 那他本来是学美术背景的 所以对于影像上的 不管是光影啊或颜色那一部分 美术那一部分都非常的在意 那后来慢慢的 因为也是两个导演 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两个王嘛 那你要怎么跟另外一个人共事 变成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找出一种可以合作的方法 因为他对于光跟影像 就美术那一方面非常的在乎 然后所以后来比较是 他就会调整现场的灯光的部分 然后这样子做一个合作 真实世界的事情让你去拍 然后拍了之后 你开始发现原来纪录片是可以说故事的 纪录片是可以去吸引你 在某一个程度上 你决定用哪一个视角去更深地看这个世界 那个东西像是一个吸引力帮助我 对 去认识我爱的这个世界的哪一块 这次两位带来的作品分别是 美好的旅程跟猪 所以可上导演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 你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故事 大概在讲述 一个女性她选择今天要离开 但是她在离开之前 她觉得她心中有所包袱 然后这个包袱她到底要怎么去面对 她可能来自于原生家庭的不伦 或者原生家庭在她身上造成的伤痛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影响她的一生 对 但是当然我在拍的内容的截取上面 我没有去很明白地说这一块 因为我只想要呈现一种人的状态 那个状态就是 人要离开有时候是困难的 要面对有时候更困难 然后离开不一定代表逃避 然后面对不一定代表和解 对 就是我想要呈现在这种两难中 而且是无可顿逃的两难中的人的状态 就我可能比较会接受人生 可能在某些层面是无可顿逃 或者徒劳无功的 但是我并不是说那是否定的或负面的 对 我只是觉得在那个无所顿逃 或者徒劳无功里面 其实你终究是在学习怎么认识生命 然后的确会有很多徒劳无功的人生 或无所顿逃人生它就是吸引我的目光 然后那些人的故事会吸引我 像即使是美好的旅程这样子有点隐秽 会有点尖激的题目 其实它的Bass 它Bass是来自一个真实的人告诉我的 真实它的成长经历 我们就听得非常驾驶 想说天哪 你太可怜了吧 但是我后来想想一点都不是可怜 这两个字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因为即使是你面对到 你这个个体面对到是这样的成长 和另外的个体面对到成长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无所顿逃的 那个东西是背在身上 只是你现在遇到状况是一种极端 但是极端其实也并不罕见 其实你常常翻开报纸什么 打开电视新闻都有 所以这个罕见的东西 我原本以为它是很罕见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的合作导演Louis就跟我讲 就是在智力因为男性跟女性 尤其家庭里面的男性跟女性 它其实阶级可能比台湾还要严重 就在阶级上面就是 女性是男性的拥有物 拥有的物件 所以这个物件其实是可以被使用的 智力的贫富差距比我们还要大 从下阶层往上阶层走的时候 有时候女性会变成是一个被操弄的一个物件 在智力的男性的世界里面 有这一个也是一个社会隐晦的 一个语言在那边运转着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共通的一个 就是人很多成长他有点无所顿逃 然后会遇到一些障碍困难 但是我尽量不用那个障碍困难 是一个副相 我尽量认为就是你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当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探究这个问题的本身 其实那个是真正和解的开始 那这个东西 不管是对影片里面的角色 还是对我自己 我觉得都是 对就是你得要一直去面对 一直去面对 然后没有人告诉你这次面对 你就豁然开朗 你可能要得花一辈子面对 但是那个东西是你的生命题目 就是学习 学习的旅程 那美好的旅程其实在画面的色彩处理上 也很特别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 当你今天去讲一个很内在的题目的时候 其实你会用 我觉得在美感上面 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 觉得你讲内在题目的时候 你不能用一个写实的 纯粹写实的影像 或者剧情方式去面对它 因为那个东西其实不公平 我的意思说 影像权力有时候太大 就是我讲错了 不是影像权力太大 影像权力它应该要更大 就是大到 大到观众可以去理解 那个东西它 或者创作者愿意去尝试 那个东西是一个心理状态 它的延伸性 并不是在那个视觉空间里面 它是复杂的 所以我里面用了一些色彩上的分割 焦段上的分割 或者色彩因为场别 跟情绪的状态而分割 或者分裂 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觉得 那个是我想要去传递 那个角色 它在现实的时空里面 它在面对这个 即将开始的美好旅程 或者看似美好 但痛苦无比的旅程的时刻 它其实是在心理状态 和现实状态中 是不断地在过去和现在 在当下跟未来在穿梭的 所以它的视觉里面 它包含它的心理状态 包含它的感知的经验 所以对我来讲 我很难 我很难用一个看戏剧的方法 去决定它的色彩跟它的样子 我觉得真正的核心是 那个心里面的男人复杂 那个复杂面向 所以我在色彩的运用上面 我觉得我是想要替我的角色 给它一点有机可循 让它在这一个片子里面 因为色彩的关系 而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定位 对那我知道这个对观众来讲 我承认 我承认 对观众来讲 它可能是一个要 额外延伸思考的一个复杂性的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美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吧 就是影像创作有它绝对的特权 那那个特权 其实有时候是风险很大的 既然台北工厂当初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要充满我们的可能性 创造一个可能 然后那可能我不知道观众 最后catch到多少 但对我来讲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过程 那心仪导演的作品猪 其实真的就是有流浪神狗人的这个影子在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这个作品 是什么样的故事 猪的背景是发生在 就是一个要拆迁的一个老社区 然后有一对母子住在那个老社区里面 然后必须要被拆迁 然后可能因为儿子没有能力抚养妈妈妈 必须要去老人院 然后其实故事里面在讲的一个是 一种一种时代的快速演进之下 被遗忘或被丢掉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包含可能是一个老社区 可能是一个因为里面有一些仪式嘛 猪的献祭啊这样子的仪式啊 那或者是包含说这对母子他们也是边缘的人 就是感觉是这个时代走得太快了 以至于会把一些人啊事啊物啊都给忘掉 好像要把它当垃圾给丢掉一样 那我其实是在缅怀这些被丢掉的东西 就有点像一般人可能或者是 因为要太快速去往前进 以至于觉得它是垃圾 但是其实我对那样的东西很着迷就是了 那可能是我自己后来觉得是跟我 可能应该也是成长的经验有关 就是我住在大稻城那边嘛 那大稻城是一个很老的社区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会有很多庙会的活动 所以那个东西本来就在我的小时候的生活里面了 然后等到慢慢长大以后就看着很多 以前这边的建筑物怎么一栋一栋就不见了 所以对于城市的那个变化 或者说以前我记忆里面为什么这块不见了的那个东西 就是有很强烈的感觉 然后包含可能越来越少看到庙会啊 然后以前老旧的房子也不见了 然后包含那个邻里关系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社区跟居住的关系的改变 而变化了或破裂了就不见了的那个东西 就是很想要讲那样的故事 对 然后这一次因为也是因为 就是制作的时间很急迫嘛 对 很急迫 所以就从自己熟悉的东西下手这样 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找到这两个演员啦 就是一个是孤容高 一个是黄大旺男主角 也是我私底下认识的朋友 他平常是一个艺术家 他在做行为艺术跟生意艺术 他本身人的状态就很 就是在自己的状态里面 就是号称人体百科全数 就是他可以你问一个问题 他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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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就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知识 所以他有一点点那个自闭症 那所以他很在自己的状态里面 所以我等于是这个角色 有点替他量身定做的 然后孤容高在里面饰演一个 就是有点过气的钢管女郎这样 然后唱歌 他也是早期台湾电影的演员嘛 那也是这几年比较少有露面的机会 那也是私底下也是朋友 所以觉得你找他们两个来演 好像被丢掉的 就是快速的前进之下 被丢掉的人是很适合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 可能自己拍纪录片久了 然后对于即将要消失的东西 你要赶快把它拍下来 有一种莫名的急迫感 所以这次的取景是在花光社区 那边是很大一块的面积 在这个社区完全被拆光之前 我想要去那边 至少替他留下一些影像的部分 而且有人的东西在里面这样 然后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故事 所以两位真的是纪录片出身的 就是不管做什么样子的创作的选择 都是因为纪录片而起的 我已经不在一个正规 可能导演应该要走的路 可能一部片接着一部片一直拍 我是在外面可能很多拍摄剧团 拍摄很多的剧团 很多的不同的很奇奇怪 认识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人 我都像一个他者 然后一直在一个边缘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在我剧情片的里面 都很渴求一个完整 觉得两个人好像是在两种不同的极端 在不断的前进的 从纪录片转到剧情片 或者是在这中的 这十几年来的过程呢 这个心路历程 对我来讲我原本是陌生的 就是我并不是 我的那个学院里面 并没有着力太多在纪录片 然后我一心一意觉得 应该是要拍剧情片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缘巧合 就是反而是一些真实世界的事情 让你去拍 然后拍了之后 你开始发现原来纪录片 是可以说故事的 然后你开始发现 纪录片是可以去吸引你 在某一个程度上 你决定用哪一个视角 去更深地看这个世界 而忘掉其他的视角 那个东西像是一个吸引力 帮助我 去认识我爱的这个世界的哪一块 然后在某程度上 我觉得在拍摄剧情片的时候 我其实也被我拍 纪录片的经验影响 就是 第一个它可能是在一个 写实主义的一个基础下面 去建立的一个世界 那对我来讲才是电影 过度的虚构性 或者过度的不和时空相符 对我来讲可能在某个程度上 我并不是特别地认同 我的电影的想法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是在拍摄的方法 和对于演员在里面所呈现的质地 这件事情我觉得 纪录片对我影响很大 就是虽然剧情片它就是演员 然后就是一个虚构的场景 然后再讲一些安排的台词 但是我似乎因为拍纪录片的关系 我对那样子的操作策略 包括影像就这样子好好的拍 这样子拍 这样子分镜 可能是因为我拍纪录片的某一种 慢慢产生的一种激情吧 就是纪录片在现场本身 无可预期的那个激情 我就有影响到我拍剧情片 所以有一点点敏感的会认为 我现在在拍一个 既成事实存在的当下 会造成一些压力 我只能压力是包含 演员其实没有办法去表演 他必须要变成 摄影师没有办法去张罗 而是他要参与 然后导演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指挥官 他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场 去创造一个虚拟情境 但是必须真实的一个魔术师 我不知道 对 就是有那个倾向会跑出来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都best在 虽然我心中认为 影像它有魔幻的能力 影像它有无可言说 任何说故事的方法 但我内在会尊敬某一种 就是既成事实那个当下 然后所产生最直接的 被列取的那个核心精神 对 那我觉得这跟纪录片是有关的 是 对 那当然也包含题材 对 就是因为你看过太多太多人生 其实并不是像电影里面讲的这么好 你看过太多太多人生 它其实就是那么的在脆弱 然后你必须要很温柔无比的去对待 你才有办法活下去 你看过太多这种故事的时候 你在乎这些事了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纪录片 都是这样的影响 对 所以那个影响 可能在当初拍纪录片的时候 完全不会想到 对 但是它其实默默的 它就是变成你好像学艺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 所以你就这样子创作着 那同样的 因为你拍了一些剧情片 所以 开始拍纪录片开始直变 你现在开始拍纪录片的时候 你越来越不老实了 对 你越来越发现 不对 就是你应该还有更好的创作意图跟方法 或者策略 可以去改变 继承的我们对纪录片的影响 所以那个企图心意就会 也会改变 也在变动中 对 所以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我觉得那个交叉影响下 终究它还是会告诉你 就你自己可能会是一个失控的人 但是那个失控的人 他可能就是你在学习 怎么创作的一个重要历程 阿宝呢 阿宝赞同的话 还是有自己的个人的 我们好像没有讲到 那个两个三头的问题 不是三头两个方 边缘 两个边缘 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 大概将近快二十年了 那当然以前就是我们合作也比较密切 有一些计划是一起 两个都是导演 然后一起的计划 然后我也请可上当我的摄影师 这样两部影片的 就是去年我们因为这部片的关系 去坎城嘛 那因为坎城就大家住同一个公寓 也很久没有这样子 就是把我们关在一起 然后可以就是 也没有什么别的工作 就是可以一直聊天 然后就聊到说 我自己感觉啦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在某个边缘 那是两端 然后我望向他 他望向我 因为我们在讨论到他片子里面的破碎的东西 跟我片子里面完整的东西 那我自己那时候解读是说 因为我平常的拍片已经很破碎了 就是我拍 我已经不在一个正规 可能导演应该要走的路 可能一部片接着一部片一直拍 我是在外面可能很多拍摄剧团啊 拍摄很多的剧团 很多的不同的很奇奇怪 认识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人 或声音艺术什么的 然后最后好像我自己也变成一个 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他者的感觉 在电影圈也是 在剧场也是 在纪录片里面也是 我都像一个他者 然后一直在一个边缘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在我剧情片的里面 都很渴求一个完整 我希望它是一个语言 是一个完整 然后我就觉得可上 这部分可能他自己讲 这是我自己感觉到的 就是他因为平常的完整 可能在于一些他拍摄 其他影片的上面 以至于他可能在创作上面 他希望打破那些东西 这是我们去年 在坎城聊天的时候聊到的啦 像可上刚刚讲的 我的确也是 一定纪录片跟剧情片的拍摄 会互相的影响 那我自己现在会觉得 好像在拍 反而是相反 拍拍纪录片的时候 你会渴求在这个人的人生里面去截取 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可能这样嘛 他可能一个时间是这样 那你可能你什么都知道以后 你开始会 不管是透过剪接或影像 或者是摄影 你会透过这些东西 把他的某些元素给抽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你想要说的故事 对对对 然后在剧情片里面 反而是你希望这些人在 那个就像可上说的 在那个当下 你是真的是那个人 那可能这也是我这一次会找 几乎是素人的演员 就是来参与这个计划一样 我希望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状态 去投入 所以他们本身 那个都 那个像黄大王 那都不是演出来 他本身的状态就是那样 对你把它摆到一个对的位置 对的方法 跟一个可能环境里面 他自然就会有东西跑出来了 所以他在那边讲说 那边他在搜东西觉得垃圾垃圾 他自己可能也是被边缘化的人 然后这个社区也是被边缘化的人 大家也不想要烧相拜拜 那些宗教仪式 他也慢慢的视为了 所以好像那些被丢掉 你只要把他摆进去 他真的变成那样的人 那个就好像他就成立了 对对对 所以可能也是这两个 也是有互相影响 是对 所以可上有对那个 你自己创作的部分你想要补充吗 因为我最近在拍出 天文那个《世纪莫华丽》 它里面有一句话 我那时候看了真的是觉得 就是一开始都不是这样选择的 对 但后来也变成唯一的选择 对就是你 其实我自己在这几年的创作的过程中 我发现好像有一点这个倾向跑出来 就一开始我都不是这样选择的 我都是非常非常宽广地去认为 我在传递一个普世的 大家能理解的参与的 共同性的一个题目 甚至拍摄的内容 但到最后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有选择权的 他已经变成一种自私的选择 那之前我会对这个自私的选择 会有点worry 会觉得这样好吗 但是后来发现 他好像也变成唯一的选择了 对所以只能说就是 那既然他叫做唯一的选择 那我可能就只能继续往 他更可以呈现的完整 或者呈现的精准吧 或者呈现的质地 让他就好好的往那边走 然后他可能会直变成 我不晓得是哪一种艺术形式 或者哪一种影像形式 但是我必须要非常open的接受 那是我唯一的选择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讨论到 就是我也会很倾线他 觉得啊 看总是可以把一个故事好好的 而且是有社会性的 我对有社会性这个东西是嫉妒的 是觉得对啊我也爱这个世界 但是奇怪 我好像更爱某一些呃呃的东西 对然后就是为什么 我不能好好说一个故事 然后把那个社会性带出来 然后把那个影像一颗一颗 然后用一个票 就是好看的方法 就是好好的说一个故事嘛 到底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老师做不到这样 对但是后来又发现 对就是不同的创作者历程 和经过 那他必须要面对一些 一些自我的成长或者思辨吧 就是没有人一下子就定性了 对可能在我们十几年前认识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料想到彼此 现在会讲这些话 会往这样子的方向在迈进 对那我常常会在想 如果在一个十五年 在一个十八年后 如果我们很幸运都还在做创作 那时候我相信影片的质地 又会往不一样的方向 是 对啊这是我觉得 创作之所以美好的地方 是因为它的可能性 永远不是我们现在想象得到的 嗯 是的 是二十年后 创作会变成什么 影像会变成什么 我们现在其实 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没有办法预期的 对 两位都是非常有个人风格化的导演 未来一定要带给我们 更多经验的作品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可尚跟心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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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